好來 像這一題 這個就是切圓嘛 所以你可以看喔 這個圓 是這樣子 對不對 這個圓 是切在這個三角形上面嘛 老師可不可以請問你 切圓的圓心怎麼長 12號 12 切圓的圓心怎麼長 7號 老師可不可以請問你 國小的時候不是有什麼 重心 內心 外心嗎 國中 那心是什麼意思 我的一顆真誠的心 數學 三角形 那三顆心 那三顆心是做什麼 有誰知道 啊 點到邊的 連線 連線 奇怪 國中到現在我都知道 那三顆心是在做什麼 你們現在 你們離國中才一段時間而已 怎麼會不知道 內心是什麼意思 是他們 內心的意思就是這樣 這就叫內心 外接緣 外接緣 來啊 注意看喔 內心齁 三邊的距離 三邊的距離一樣 就是到三邊的距離 一下 那外型點的距離 一樣 知道嗎 好 內心怎麼求 內心就是 腳平分線 知道嗎 解釋一下 內心就是腳平分線 外心 外心 外心是啥 中垂線 知道嗎 好 來喔 現在我們來畫這一個東西喔 來 注意看 聯考有時候在看這種題目的時候 有分成兩種 一種齁 來 你注意看喔 請量測圖示之尺寸 它這沒有標尺寸對不對 所以你要量它 好 像我們之前有的題目是怎樣 直接上面是有 尺寸 有沒有 這就一清二楚嘛 可是這一種就是直接量 啊 知道意思嗎 啊 直接量 有的學校是請同學 直接用原規來量測 就用原規來量 知道嗎 啊 我 有時候是用原規量 有時候是用 先用這個 把尺寸都 寫出來 2.1 啊 這個 3.5 有時候我會這樣子 看你自己習慣啦 知道嗎 好 再來喔 以比例子2比1的方式來匯製這個圖案 13號 2比1是放大還是縮小 放大喔 確定 好 對 放大 好 所以放大兩倍 因為有時候我就會用原規 為什麼 因為原規畫 我現在是量這樣子 畫一次 這個是變兩倍了 對不對 啊 你知道意思嗎 好 來 所以這個圖形 我們來看喔 要怎麼畫會比較快啊 知道嗎 一樣有圓 我們是不是就要畫什麼 中心線 好 來 先把中心線畫上去 好 很快的把你中心線畫上去 好了 對不對 好 我現在直接用原規 為什麼 因為我直接量直徑 是不是就變成兩倍了 對不對 好 兩倍 有沒有 我的圓是變兩倍了 對不對 好 所以這邊 是直接量直徑 對不對 啊 好 我這個會畫在這裡 為什麼 我等一下告訴你 這個直接畫在這裡就好了 對不起 好了 好了 之後我原規 我三角板在擺上哪 好不好 好了對不對 好了 你看我三角板剛好這一個 好 好 因為老師知道 我等一下會用腳平分線嘛 這個是腳平分線 40 90度的腳平分線是45度 有沒有 好 好了對不對 對不對 是腳平分線 這裡再畫一個 是不是 好 所以腳平分線怎麼畫 還記不記得了 腳平分線 好 這是一個腳嘛 我用這一端 任意一個 弧 畫 一個 弧齁 好 交易兩邊 再用 直接這個弧啦 好 好 再把它畫過去 這裡就是 這個圓的圓心了 知道嗎 啊這邊要不要再做一次 不需要 為什麼 記住 同樣的圓齁 圓心的位置 你只要 老師只要量這裡 我用比較精準一點 量這裡 畫 再畫一個圓 請問你 我四個圓心事就找出來了 對不對 好 哎呀 竟然沒結在一起 所以 要要求自己準確一點 有沒有 所以四顆圓心就畫出來了 這個圖就好了 好不好 好來 同學畫一次